七八 你是怎么照顾妹妹的 我 园子别哭了 告诉妈妈你哪受伤了 怎么还流血了 其实妹妹没有受伤 血是我流的 但 别害怕 妈妈带你去医院 妈妈 不是我流血了 你快去看看哥哥 妈妈 你就给我买件新衣服嘛 好 买买买 七八 你的衣服要换吗 不用了 还能穿 啊 我的玩具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了 我的玩具坏了 别哭了 妈妈给你买新的 妈妈 可是我的玩具也坏了很久了 这个月家里也不富裕 先给妹妹买 七宝你 好了 我知道了 妈妈 你又买好吃的了 可以把这些零食都给我吗 可是七宝还没吃 好 妈妈 给我嘛 就你会撒娇 好 都给你 哥哥 你快过来 别喊我哥哥 我就比你大两个月 自从有了你之后 妈妈就再也不喜欢我了 哥哥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够了 不要在我面前装可怜了 凭什么我要让着你 哥哥 你别走啊 七八二 走 咱们出门了 等一下 妹妹还在换衣服 好端端的 你提她做什么 你妹妹三个月以前就已经死了呀 开什么玩笑 七八二 那件事不是你的错 谁呀 啊 救命啊 走开 不许欺负我哥哥 啊 别害怕 妈妈带你去医院 所以是小园子救了我 而我只是擦破了一点皮 小园子因为担心我 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他虽然没有流血 却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永远地离开了我 以前一直以为是我在让着他 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他在让着我 可我已经失去了全世界最好的妹妹